這就是剛才講的 傳承真的很困難 就是要顧到現實生活 所以就是等於說 學校讓那些特殊專業的人來體驗一下 讓他們了解說 以前真的有這種工法在做什麼東西 如果真的有興趣自己慢慢體驗 就完全沒辦法說我教你你就會了 自己慢慢體會自己 我那些心得有辦法去做 這樣最簡單你要紮的話 那個紫章跟竹竹東西 最靈界點的紫竹不斷 又可以把竹竹紮緊 我怎麼講 要多少力量 沒辦法你要自己體會才有辦法 做到那個靈界點 抓緊不斷 鍋子還有白的鞍 那都沒辦法自己教 你就是要自己體驗 我手上要多少力 可以紮緊那紫竹帶又不會斷掉 所以只能說叫他們 只能真的 體驗一下 傳承做這個 真的沒辦法 這樣 這是我最大的心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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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先人 已經傳承了三世代 那這些技師能夠 讓這些學生能夠體驗一下 也是我們這次辦這個活動的最大的目的 謝謝 早期的蝦娘灰 我們去年的時候都不用擦這個 早期都沒有人擦這種花了 早期才有 要去酒家喝茶 那小禮要別客人就要帶幾顆的花 你看看一下 這麼漂亮 這是通常花 早期就是通常做的 這個蝦娘灰 OK 我們依然是二王社區推出的文資學院 許多的我們傳承的公益 要跟我們民眾來分享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教育課程 在我們舊城的擺公裡面 像我們二王社區 得到我們宜蘭縣 這個無形資產審查通過的 就有這個通巢、彩繪、另外還有磁磚 我們現在在推我們這個 烏肉旨意的蔡基南老師 他也要來登陸我們宜蘭縣的 無形文化資產 這個當然就成如我們幾位老師講的 在公益傳承上面 這個工程是非常的困難 而且要讓新的一代來接觸 剛才老師講的 很多的這個手藝 只能議會不能言傳 所以這麼細膩的工夫 要讓他們來做一個傳承 這個當然也有一些很大的挑戰 但是紀錄當然是我們重要的一個課題 我們能夠把它 這個一生奉獻在這個公益上面的一些這些的紀錄 如果我們可以做的變成一個客財的話 我們認為也是非常有意義 如果可以登陸我們的無形文化資產 對我們蔡老師來講 也是一個很高的一個肯定 相信他在為了我們紀錄付出的同時 得到這麼大的一個認定 當然也是能夠讓他在這個推廣各種的傳譯工程上面 可以獲得更大的一個信心 所以我們希望說在舊城百公裡面 我們許多的記憶 我們許多的手藝 我們都來好好的保存 當然可以推廣最好 像這個通朝池 現在真的是來做成的花朵 難得而且又珍貴 這個都是我們最好的一個記憶 我們最好的一個傳統 為甚麼